一瓶飲料罐KO 兩瓶飲料罐KO加上KO 那現在 一口氣就可以砍掉 36罐飲料瓶 這是真的嗎 揉一揉您的眼睛 咱們再看一遍 這真的認誰都辦得到嗎 一般人可能比較 要稍微練過 因為它那個姿勢 還有它的手臂的力道 就是肌肉素的粗細 會影響它的力道 手臂的肌肉素 比較粗的話 那它產生的 這個肌肉的儲存的能量 就會比較大 所以轉成動能 和速度就會比較大 簡單的公式 現在解釋給您聽 首先這是動能的公式 等於常數 也就是1分之1 乘上了刀的質量 還有速度 當手臂的勢能 轉換成刀的動能時 只要動能越大 速度就會越快 再來 成功腰斬瓶罐 刀鋒一定要少 因為只要刀鋒面積越少 釋放出來的壓力 就會越大 兩公式加起來 就能達到腰斬 36罐頭的效果 我沒有 這樣 要 好 如果民眾沒事 還是不要亂試 影片看一看 物理知識學一學 飲料買來 還是喝一喝 不會浪費才最好 記者網民從歸尼 看不到